大家好,今天是3月8日,星期一 上星期五,美股急升572點 香港港股開始,星期一就是反彈 恒生支造升264點 國企支造升101點 科技支造升102點 銀行股0升 匯豐升2.170,支造升51點 美團升1.84 零次數升28點 中開油升5% 是升幅最大的籃籌 零次數升21點 騰訊升0.66 零次數升20點 小米跌2.25% 零次數跌22點 A股開始升0.72% 上星中開股升28點 油價上升,石油股做好了 中石油升6.14% 是升幅最大的籃籌 中開油升4.83% 中石化升3.65% 銀行股普遍做好 匯豐升2.8% 建設銀行升1.7% 工商人升1.83% 企团跌6.8% 友邦跌3.4% 騰訊跌3% 陽明生物跌8.8% 廣交所跌5% 小米跌5% 新能源股大幅下跌 保理協鑫跌13% 福萊特波利跌3.3% 汽車股亦跌 吉利跌5.8% 比亞迪跌6.4% 長城汽車跌7% 相反 銀行 電訊及石油股上升 A股上收市跌1.3% 上星中合指數跌35點 港股恒生指數上週最低跌到2573 跌525點上週收市跌389點 國企指數跌137點 國企指數跌412點成9 1422億元 下週港股再大幅波動 開頭只是跌400多點 但因為美國債息再升 跌到600多點 南銷股科技股都是跌幅大 騰訊跌4.4% 友邦跌3.3% 美團跌5.7% 港加索跌5.9% 小米跌6.7% 有名生物跌10% 當然石油股和銀行股上升 新能股跌幅確大 保理協欣跌20% 保理新能源跌14% 福萊特波跌8% 還有陽光能源跌17% 香港電視跌10% A股收市跌2.4% 受政多合指數跌80點 港股跟隨A股跌幅大 跌到600多點 收市跌557點 國際指數跌277點 科技指數跌552點 成交2767億元 港股再度大幅下載 科技股領跌